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拍過這些分享的影片 終於可以出一集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次一個媽媽帶鞭子回香港的感受 首先我在這段影片 要感謝我的家人和朋友 特別感謝兒子的姑媽 幫忙照顧寶寶在緊急關頭 要不然我就拿不到身份證 也感謝我的朋友幫我看小朋友 如果不是的話 我未必每一集都可以拍到很好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見證著我兒子的成長片段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你們 首先說一下一個人帶鞭子回香港有什麼難處 第一個難處就是茶餐廳 應該是不算還是不可能 session 我覺得沒有這裏 應該說到每個的家庭 想吃的牛腩麵、雲吞麵 你知道那些店鋪是特別小的 唯有要求外賣 但要求外賣的話 這些粉都被水吸乾了 其實就不好吃 所以當時我的心態是 要不就吃,要不就選擇不買 但無可奈何 這些位置要不就靠朋友 所以很多朋友都陪我去試吃 試吃了不同的東西 但有點遺憾 有些東西我都未吃完 第二件事 一個人帶B仔回香港有什麼難處呢? 因為這次我買的 就是二手BB車 還有在香港買的 我就沒有在美國帶回來 如果大家平時有看過我的短片 或者我的分享 Instagram 都知道其實我們美國 買的BB車是很大的 但它是金屬型 其實是很重 所以這次我沒有帶回去 我在香港買的BB車 雖然是二手帶它輕 但它輕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逛街是方便的 但當你逛一些 例如GU UNICO 買完衣服 你要沒有老公在那裡 沒有朋友在那裡 你就要自己一個人 背著袋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BB車剛好買完之後 下面的籃子是不夠大 所以其實當你又要照顧一個BB 對 又要背著帶帕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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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買買購物 就很辛苦了 那你說Sameva 可以上網網上網 網上網 都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你要試Size 好像我這麼肥的人 就一定要試一下Size 你才可以寄過來 你不試了買完之後 又退貨又是一個很麻煩的位置 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我之前也有跟網友 約出來吃飯 聊天 我也有教他們 當你出街的時候 什麼都是以BB優先 因為跟你以前拍拖都是很不同 以前你拍拖就可以說 想吃什麼做什麼 你就可以自己優先 但是現在你BB大過了 或者是BB出生 你各樣東西都是 要求她的要求 我說的是 你踏入了12個月至13個月之後 你每次都要以她為先 首先要放她電 找個地方 讓她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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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完之後 當她吃飽飽 她就自然有個睡意 她就會睡 第二件事你真的要把握 她的Nap time 的時間 如果你不把握 她的Nap time 的時間 你不懂得怎樣掌握 其實搏鬥的是你自己 我都跟大家分享 因為當時我兒子13個月 每一天需要睡兩個Nap time 兩個Nap time 所以我怎樣去分配呢 首先和她放完點 之後吃完飯 大概11、12點 她就睡一個Nap 那段時間多數 我就是要是乘巴士 要是乘港鐵 要是跟朋友吃東西 然後她就睡著了 她一睡可以睡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那我就要把握 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就和朋友去逛街 聊天 去Shopping 買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你是很難做到自己的事 因為她會不斷 纏著你 會懂得返車 會懂得騰上你 說我要走 要探索 變了你就沒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 所以大家自己要留意 在安排的行程上 先要滿足小朋友 然後再去安排自己的活動 第四件事 就是什麼呢 一個人帶B仔去洗手間的時候 那個BB車拍在哪 拍在門口 特別當你去旺角 不是去大型的地方 尖沙咀 例如你去金鐘更慘 因為大部分的廁所 他們不是專門為親子而設 他們是為一些上班的人士 或者是旅客的地方 他們的刺客是很珍貴的 怎樣珍貴 不會起得特別大 是窄 總之用得到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帶BB去廁所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那個BB車就拍在門口 你的風險就是什麼 可能有機會有人偷 拿出去買 你說行不行嗎 這麼便宜的東西都有人做 對呀 這個世界上什麼人都會做 連迪士尼的BB車都有人偷 何況 你普通一個商場 放在BB車裡 所以一個人帶BB出街 的確是不容易的 那你說你可以背著她 大哥 如果當你一個媽媽長期 這樣背著她的話 你的腰也會痛 所以我建議媽媽 都是帶回BB車好一點 那第五件事是什麼呢 第五件事 就是寄包裹回美國 這個不是人人都會有的 你可以加大一個行李箱 買多一個行李箱的位置 然後寄回去 但是我因為選擇 就是寄郵寄 旋運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東西回來 例如圖書 兒子的食物 或者我自己的衣服 買了自己的東西 那我就旋運 旋運 旋運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住的地方 剛好 距離這個郵政宮很遠 剛好 因為五六月的時候 是下雨天 所以那時候是真的很鬧疚 我又去捧著這麼大的箱 然後又推著BB車 那時候幸好 真的有朋友幫我 如果不是的話 第一 我不知怎樣去搬箱 因為我兒子一直幫我搬箱 我在搬箱的時候 他一直跟媽媽都出來 很難搬箱 二來就是距離太遠了 因為我推著BB車 箱這麼大 我根本上是不可能去到郵政局 那裏 坐的士行不行 你覺得的士司機 會不會做你生意 20分鐘路程 你自己走過的20分鐘 坐的士10分鐘 他應該不會做你生意 所以這件事 又是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所以 一個人帶B仔回香港 的確是不容易的 好了 我現在轉了這個背景 這個背景 我拉了少少的窗簾 希望太陽不要那麼曬 我現在說一下 香港和美國的很大的分別 這也是令我很深刻的 第一件事 就是優先使用的問題 優先使用 其實在香港 一直都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人願意去讓出來 然後為了這個字眼去爭執 去打架 其實真的 我覺得很無聊 也是很浪費時間 那我有沒有為了這件事 和別人爭執 是沒有的 不過我就會有點感慨 因為首先 是不是教育的問題 我又覺得不是教育的問題 是人品的問題 當你見到別人有需要的時候 其實你是 會願意有一個良心 或者一個善心 是想幫其他人 但是香港人 或者香港我見到的人 都不是一個好好的 我講個例子 就是我試過在港鐵 由上水站搭去沙田 甚至乎在尖沙咀 轉車去其他港鐵站搭 但是呢 我見到兩個年輕人 突然之間 是拿了一個行李箱 他主動跟我說 他是太陽而作霸 我就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這兩個 這兩個內地的人 這麼好呢 我看回他的行李箱上面 他有貼一個標籤 寫著自己是內地生 其實我有點感動 為什麼他們的品格這麼好呢 第一可能跟教育有關 第二就是他的心地很好 相對地 我試過乘巴士去元朗 他們真的沒有人看到 不好意思 因為我兒子在玩筆 例如說 他們見到優先座位 我上到巴士 巴士司機才離譜 我一手就照著寶寶 一手就拿著寶寶車 我想扣那個雙殘仁在座位 讓寶寶車對不掉 整輛車其實是全滑的 我一進去 所有地方都沒有位置 我唯有就靠到旁邊 沒有人讓我靠到旁邊 就任由我一個人抱著寶寶 我寶寶車都沒扣好 那個司機就已經開車了 真是有火都來了 有個太太已經看不到眼 她直望我 她說太太不如你坐吧 我讓給你坐 我說不用了 她說不行你這樣一絲兩命 萬一巴士司機這樣殺制 你待會跌倒怎麼辦 她真的很好 她讓了給我 都看到其實無論是什麼人都好 如果你看到這些情況 我覺得真的要讓我 但是美國 我看到人們會主動多些 但是香港 住在香港地方的人 反而沒有了這些愛心 而且特別對於優先使用 她們是 好像視而不見 我覺得是有些可惜的 第二個我覺得 因為香港真的是地方小 所以你不能要求她有HIGH CHAIR 不過我看到有些餐廳有HIGH CHAIR 那些安全帶是爛了 但是她們沒有想過要扣回 但我的確是很想建議她們要嫁回 為什麼呢 當你餐廳是想賺錢 但是如果小朋友錯不定 萬一你送食物的時候 那些侍應一個轉身的BB就會錄傷 其實那個家長是有權向你追奪責任 你有安全帶 那你又不能說 那你沒有安全帶 你是構成了一個安全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都是你的責任 所以我都看到很多餐廳都是沒有安全帶 就算有HIGH CHAIR都沒有安全帶 但是美國不是的 美國大部分都有HIGH CHAIR 而且他們提供都不是一兩張 有三四張 但當然這個沒有得比的 這個純粹我看到的分別 第三樣東西就是那個輕鐵 還有這個商場 那些人是會濫用一些電梯 我記得有一次我搭到金鐘 轉去這個海原公園的時候 你們這個站是有人去服務的 然後她就說 是啊 因為地鐵要求我們這樣做的 然後有人投訴 就說為什麼要讓那些傷殘人士 或者任父去先走 那她說 是啊 那這個電梯是專門給一些有需要的人的人 然後有人投訴 她說 那其他站又沒有 她說 也不關我事 有些人亂罵我 她說 我只是負責打工而已 聽起來有點不負責 但是你也可以幫市民反應 但是當然香港人就是事不關己 幾不勞心 但是我覺得 你能夠服務得一個站 但你又服不了另一個站 我覺得真的有點離譜 而且濫用電梯的人 真的比較多 多數都是拿著行李箱上去的人 都是真的比較多 他們多走兩步路 其實可以去扶手電梯 但是他們竟然不去 他們竟然跟我搶電梯 那一刻我其實很無奈 但是我的心態是什麼 就是 算了 我都是來這裡倒下架 免得為了搭電梯的緣故 而跟他們吵 我唯有搭下一架電梯 而最慘的就是 港鐵的電梯 商場有些電梯 很久都不會有人去維修 所以要等很久那架電梯才來 所以就浪費了很多時間去等 而且有些地面 不斷繞,不斷繞,不斷繞才可以上到商場 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 其實有些小朋友 或者一些老人家 其實根本上他們行動不便 所以我覺得 他們接下來的設計 其實可以不妨去考慮一下 多點無障礙設施優先 就是他們在我繞到那個寶寶車 那有些人就說 其實可以用這副手田梯的 其實很普通的 但是我想說 這樣才不耐聞 我們在美國其實是很少人見到傷殘人士 甚至乎媽媽 很少推薦嬰兒車去扶手電梯 還有這件事是違法的 萬一如果嬰兒受傷 媽媽是要受到法律責任 但我不知道香港 香港我看到她有貼的 但他們是否能夠執法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第四件事我覺得香港人 說話是很無品 我可以說是香港人 為什麼呢 我幾次看到她去買菜 或者買東西 我寶寶回香港 今次我有帶寶寶奶醉回去 然後那個人塞機無塵 指著我兒子 咦? 指著我兒子 你帶奶醉嗎? 很醜 我想罵他 你為什麼無法罵我兒子 很醜 帶奶醉很醜嗎? 然後她說 好想媽媽幫他戒奶醉 我想問關你什麼事 其實很想說 給我先 其實我的小朋友戒不戒奶醉 跟你無關 她幾個月? 我十三個月 十三個月? 十三個月? 要戒戒戒了 我便說 我便沒理他 然後她再說兩句 其實我真的想要關他 其實我的兒子戒不戒奶醉 搞你什麼事呢? 但我覺得真的沒有禮貌 因為 在外國來講 我好像最近跟兒子外出 我見到那個小朋友給兒子 應該是大一兩個月或者大一歲 但他也是有帶奶嘴的 其實外國人是不會說 見到別人當面帶奶嘴就去說他 反而他們事不關己 就有幾不勞心的心態 他們不會去多嘴去插別人家事 但一個狗不搭白的在我買外賣的時候 他走來指著我兒子在BB車上 你兒子嗎? 我對呀 多少個月大? 13個月大 帶奶嘴嗎? 不可以戴奶嘴吧 帶奶嘴不適合的BB 你很醜 真的會覺得 你這樣說就有點侮辱的成分 但我為了免得跟他計較 我就不再多說了 第二件事就是 人們很沒耐性 我記得有一次搭電梯 我真的遇到一個瘋子的女人 我形容她是瘋子 為什麼呢? 我記得有一次 電梯開了 那個人又不肯出電梯 只顧著玩手機 其他人就叫我玩手機 他以為是不是他不出電梯 那些人湧進去 當他湧進去的時候 他突然就出電梯 因為他不玩手機了 當我想衝進去的時候 電梯已經夠了關門 當他拿著電梯 就夾著我的兒子 我就很害怕 那我就衝進去 怎料那個女人就以為 我就特意撞他 他就無端端 臨出門口出電梯的時候 走去踢我BB的車 然後弄到我BB車 差點反了 我的BB也差點反了 我覺得真的 那些人真是瘋子 我這次回香港 我發現香港人 都很精神 很緊張 很緊張 很TENSE 但真的想跟大家說 你真的回香港 小心點 因為真的不知為何會遇到這些人 但是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踢我 然後很害怕 他即時就說 對不起 那你現在踢到我 我說 小姐 太太 你 我的電梯 因為趕著要關門 你又走得不快 我怕電梯夾了兒子 我說 我推快點 我弄到你 不好意思 你可以告訴我 但你沒有理由 踢我的兒子 他說 我弄到你兒子 不好意思 那一刻我真的 唉 我都不知道可以說甚麼 但我免得 因為那時候 五六月份 都聽到很多瘋子 拿著把刀 到處殺人 捅人 好了 到最後 因為他發洩完了之後 他就向這個右手邊的商場走 而我就繼續往前去 就是 去這個港鐵站 搭車走人 但當然我心裏面 條氣當然不拒 但都沒辦法 為了這件這麼簡單的事 跟他吵架 第二件事 我兒子 當時沒有受傷 只是被他踢了寶寶車 但我那時候 都在想 如果真的 寶寶有事的時候 我會不會站出來 跟他戰鬥 也可能會 即是他蓄意傷害他人身體 可能會報警 之類的事 但感恩 這件事 沒有意外發生 如果不是的話 我都想我都很頭癢 特意為這件事 去找警察處理 以上的內容 都是我自己 在香港一個人 戴著B仔的時候 那個親身經歷 這個親身經歷 雖然又累 又辛苦 但我覺得是值得的 有時候 就會累得好像坐過山車 有個高峰期 不斷地向上向上 很開心 很興奮 又很刺激 又要照顧兒子 但當我們用完所有能量的時候 就會開始下降 一搭巴士 或者搭港鐵回家 就真的很累 很睏 但這些回憶 我覺得是值得的 我都相信 未來的日子 都會多很多媽媽 自己一個人帶小朋友出街 因為真的不能經常 困著小朋友在家裡 因為他們始終都要找個地方放電 而且家裡 如果你經常困著他 都會多數留在家裡看電視 那對眼睛也不太好 所以我都鼓勵大家 都可以不妨帶小孩子 出去看看這個世界 和人家互動多些 對他來說 或者你對自己來說 都是一個放鬆 和放電的機會 增進一下你母子的感情 或者父子的感情 因為我不知道 鏡頭的你們 鏡頭的你們 鏡下的觀眾的你們 會是爸爸臭多些 還是媽媽臭多些 不過都給我鼓勵大家 臭兒子是不容易的 更加的是 帶小朋友去旅行 更加不容易 是一個挑戰 都是半折磨的狀態 但是是美好的回憶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這個分享 記得給我一個讚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短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我 以及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大家都覺得我這個分享 都有點共鳴 都留言告訴我 你有經歷了什麼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